十三朝古都西安,自古历史流长,而古都长安城是更是在圣唐时期走向盛世的巅峰,一度成为了与当时的罗马帝国享誉世界的两座人口最多和开放的文明城市,但就在十年前的一次考意外考古发现唐代木制,却使得日本国的学术界学者都轰动了,连现任的日本天皇都亲自访华参拜。 这是为什么呢?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明得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十年前的一天,一支由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学员组成的一个考古队,在西安东郊的一次文物搜集中意外发现了一方唐代的木制名。 经过对其上面的文字解读,竟然是一个唐代日本浅唐留学生景真诚的木制名,更令考古研究人员震惊和兴奋不已的是,这是一方遇刺的木制名,木制名上还出现了日本二字,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出现日本国民的文物物证,这一重大发现随后引起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轰动。 访华日本学者联合中国的考古学者一起对这方木制名背后进行了科学研究,经过对木制名背后的传记的研究,考古学者很快找到了这座木的地点,并对其身是完整的解读。 原来这位英年早逝的日本留学生生前被朝廷风雨关节无品,他的葬礼还由当时的皇帝亲自主持赠予木制名,木制名上不仅写了景真诚的绅士和在唐的事迹,更为重要的是还记载了日本国民的由来,竟是唐皇亲自册封藩属国民,使得日本全国沸腾。 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国的精髓起源来自长安,当然关于日本存在的说法,那也是众说纷纭,曾经有历史学者说日本的存在是由于徐福东渡演变而成,当时的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就派徐福东渡,当时的徐福就带了三千同男同女,可是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徐福就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建立了政权,开创了日本文明。 对于这种说法,有一些历史记载,也有一些历史遗迹,但也有一些历史学者则表示,在徐福到达日本之前,这里就有了原始文明的存在,所以并不是徐福创立的日本,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也无法考证,因此也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些学者认为,日本这个国号来自于日出之国的称呼。 因为日本国土狭长,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所以被称为日出之国,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日本这个国号来自于武则天的次名,根据最新发现的古墓碑文。 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则天曾经赐给窝国国号日本,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历史学家的证实。 据他们分析,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包括对外交往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些学者认为,日本这个国号来自于古代日本的本土神话。 在日本历史上,有一个传说称天照大神将镜子放在地上,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便有了日这个字,而本这个字则表示根源,所以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日本这个国号。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例如日本来自于汉语中的日出处等等。 当专家们开始对穆志明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后,两句话的出现让大家大为震惊,当日本得知此事之后,更是直呼这不可能。 那么,在这两句话的背后究竟代表了什么内容呢?第一句话就是见地称臣。 其实在过去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与其他藩属国不同,他们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藩属国的地位,而一直称自己的统治者为天皇。 这样一来,就能够在称谓上与中原地区的皇帝平起平坐了,但通过弥军的穆志明可以看出,见地称臣的意思就是,当时的日本国在被唐军大败之后,也废除了原有的立法和国号,开始向唐朝称臣。 这样一来,日本曾经是我国的藩属国,这一历史事实也得到了确切的认证,第二句话就是日本渔教。 最后就可以看出,百计的移民在逃到日本之后,日本国才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最开始建立日本的人应该就是百计的移民了。 可以说,这篇穆志明的出现,使得日本国内的历史将发生巨大改变。 日本国曾经认为自己的国号是天皇所创建的,而通过弥军的穆志明则发现,这个国号其实是百计移民流传过去的,所谓的日本人民也不过是百计人的移民罢了。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表示,不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了,朝鲜和日本在当时,却为中国的附属国,但都有一定的自治和自管权利,虽每年必须向中华帝国进贡,但这只是让附属国尊重中国强大的一种方式而已。 当时强大的中华帝国,也不断地向附属国输出文化和技术,帮助他们增强国力。 此现象从汉唐时期一直持续到清末,晚清时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很多附属国不再依附与臣服,到了民国初年,附属国一词也从东亚的历史上彻底消失,尽管附属国不再存在。 但中国曾经为万国来朝的宗主国被依附,是不可磨灭的史实,从此次的考古发掘中就能看出,其实历史在没有被我们全面了解之前,是会存在一定的误解的,然而随着我们的考古技术越来越发达,对历史资料不断进行完善,最终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历史的全部面貌。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的国号也不过是继承白己国,在历史上,其对唐朝的藩属地位从此也得以确定了,尽管日本人并不想承认这一事实,但历史的真相就摆在眼前,唐朝社会曾经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容撼动的。 日本祖先是哪里人?很多日本人都会问,日本民族的起源,是呢?实际上,日本民族起源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早期历史基本都是一些神话架构,缺少可供研究的资料。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学术界很早就展开研究了,但一直没有定论,甚至也没有哪种说法能够提供相对更可信的论据之称。 在1980年代期间,伴随着日本民族起源的研究,出现了对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民族起源的研究,一开始,有学者认为,阿伊努人与日本人有很大差异,因此应该区分为不同的人种。 那么,阿伊努人起源于哪里呢?主要有几种观点,蒙古人,欧洲白人,澳洲土著名。 二战前,阿伊努起源系欧洲白人的说法占主流,尤其是有了阿伊努人头骨,血液相关研究学者的支持后,该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 二战后,以阿伊努系欧洲白人的说法为代表的域外起源说,受到质疑,甚至批评,比如,有从事人类牙齿研究的学者认为, 阿伊努人与日本人很接近,应该说是不同民族,而非不同人种,并且他们的祖先都属于日本神文时代的。 由此一来,这个问题与日本民族起源似乎没什么关系,日本民族起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到2005年,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再次掀起一波热潮,总结起来主要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日本民族起源于东北亚游牧民族,大多数认为是蒙古人,持此看法的人,除了从地理位置以及蒙古人南征北战的民族历史分析可能性之外, 还从蒙古族与日本民族相似度很高的生命观进行阐释,比如敬畏自然的力量。 相信万物有灵,即生命轮回。 其二是,日本民族起源于中国江南一带,多指江浙地区,此种看法的主要依据地理距离, 以及江浙一带发达的稻作文化对民生时代日本九州的影响。 目前对中国江南的水稻种植传到日本九州地区的传播路径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中间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九州,另一种是直接传入日本九州,无论哪一种都为中国江南对日本的影响提供一个佐证。 其三是,日本民族起源与中国云南关系密切,持此看法的人主要是发现日本民族与云南人有一个共同的习俗,黑齿。 从历史文献证据看,日本民族和云南的黑齿习俗都源于上古时代中国黄河流域一个古老的黑齿族,黑齿族后来分两只外迁,一只向南到达云南一带, 后又分出一小部分继续南迁至东南亚,另一只向东到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 如果从迁徙的路线看,中国云南的黑齿族应该要早于日本黑齿族,因而说日本民族源于云南似乎没什么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发现进一步提供支持,比如云南地区盛行的年糕文化对日本也有影响,比较典型的说法。 像日本寿司是从云南引入后改良而成的,此外,还有认为日本民族起源于东南亚,甚至是阿拉伯文明,等等, 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民族起源,中国有两地入选,逐渐中日历史渊源之深,不过,以上这些说法一直没有有利的证据之称, 因而也就停留在争论阶段,据新晋陶古学研究,日本民族很可能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发展而形成的, 比如域外的部落国家,东北亚游牧民族等,这一观点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 小春朵 若夏天 什么 香港 trips or 小春朵 bi brasile